大悲咒感应世纪 十年禅疾 越于康复 为何深信佛教者 他们能在当初面临宗教选择 踏出第一步时 能对佛教生起信仰呢 多数 毕因曾有过一段感应道教的往事 彼者就是其中之一 但今天所要叙述的 是一位老居士信佛后 虔诚持诵大悲咒的奇迹 足以为天下众生立下楷模 故仅专转此篇 彼者自有林玉生居士 其父已逝世周年 此母林氏六十有六 与十年前立病 经中西明医的治疗 网效 病情反而日趋严重 又迷信鬼神 到各处神庙祈求庇护许愿 却仍未安宁 至叫欲趋恶化 可悲的是阎王爷不收留 病魔更是日以继夜的摧彩 真是痛不欲生 但就在今年四月奇迹出现了 彼者速来深信佛教 专修持大悲咒 今年三月 林兄来访 到处这些年来命运多减 彼者则以佛理因果关系圈说 交其前诵佛教理的大悲咒 以改变心境 转变命运 林兄俯首莫语 于是我就开始为他 讲些潜意的佛理 他听后非常欢喜 更增添了无比的信心 同时帮他录制大悲咒录音带 AB两面 约二十次共三卷 此时林兄信奉佛教的开始 每天持续前诵大悲咒 到三月中旬 林兄来访频繁 时常与我钻研佛理 赞赏大悲咒的灵验 说他每次前诵大悲咒 身心均感非常安失 我当时很高兴 随即把私藏的大悲咒有关书籍 全部转赠给他 到了四月中旬 某天中午 林兄又来了 既兴奋又很惊奇的为我叙述 他母亲拖了十余年的病 竟完全康复了 他说七母每天随着录音带 前诵大悲咒二十一遍 持续一个半月以来 从未间断 并发愿从此速食 清凉无比的大悲咒水 竟治愈了他多年来的禅疾 真的是令人不可思议 四月底 林兄再来专注笔者 将他母亲持大悲咒 所获的灵感事迹 转在有关佛教杂志上 为世人共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